特別邀請王總裁要製贈棉被 我們來謝謝 謝謝總裁 東森購物董事長王立寧 捐贈軟冬羊毛被 給新北市弱勢家庭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親自立臨 東森購物響應新北市政府關懷弱勢 特地在莊敬高職舉辦千人圍爐活動 讓弱勢家庭在睡末年中時 都能享用到熱騰騰的美食 哇 今年的新人 今年一定會幫大財 東森購物的總部就在新北市的中和 所以在市長的感召之下 我們參與今天的108年的寒冬送暖 在這裡希望所有我們所辦的活動 給各位帶來一個溫暖南灣的意願 在冬天寒冷的時刻 讓大家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動 今天都是一個東森購物台王總裁的帶領 我們新店地區的所有的朋友 希望能夠有一個安心安和快樂的一個溫暖的一個快樂的結入 這次我們非常感謝我們東森集團 慷慨益助 那麼提供了非常多的物資 以及相關的一些資源 讓我們這次可以辦得更盛大 然後我相信很多來的民眾 他們都可以感受到東森給他們的溫暖跟支持 透過這樣的一個寒冬送暖的活動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說其實他們並不孤單 他們有更多的力量可以重新再起 現場準備了精彩上菜秀 還有莊敬高職學生們帶來精彩演出 也發送福袋及民生物資 其中東森購物更準備1200床羊毛被 讓弱勢族群都能溫暖過寒冬 那我們送的不是普通的棉被 我們還送抗菌的羊毛被 為什麼 因為一年比一年冷啊 那我們也希望給他們實際的東西 東森一直在投入公益上面 做了很多的努力 社會哪裡有需要 我們就會盡量付出我們集團能夠所做的 因為取自於社會用自於社會嘛 所以我想這樣的公益活動 我們還在持續做下去 東森購物長期關懷落實 日前在送愛到部落活動中 王立銘也化身為聖誕老公公和偏鄉孩子互動 東森購物透過愛心公益平台 陸續募集直排輪排低等多種物資 讓偏鄉孩童學習才藝 東森慈善基金會更連續11年 透過會員捐贈的發票所得 提供偏鄉學童愛的早餐 智力將企業和公益做結合 讓愛心持續散播 幫助社會上更多需要關懷的角落 記者聯會張國輝採訪報導